中央民国110年6月10号星期四 我们刚才听的是阿妹的牵手 虽然节奏很轻快也很清晰 而且大家很想牵手 但是如果你不是同住在一起的话 我们还是要保持距离 我们心里心手相连就好了 不要人手相连 还是要注意 那我已经践行了一个试验 也不是试验 就是事实 就是已经就是自己洗头头不干之第三周 头不干之第三周 你要吹头皮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 有一天我自己吹头 我觉得真的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除了是医护人员之外 我要向很多服务业的人致敬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吹头发 是要技术跟手 虽然我手很粗 你以前也不知道 你会觉得吹出来头发都特别柔顺 但是我不知道这么累 可以镶很久 可以卷 而且你不知道你自己头发 这么需要整理 就是这么难整理 我都要向他们真的疫情结束 等到解除这个三级以后 我们真的要回去的时候 可以在洗头的时候 真的要跟他们说 感恩的心要唱给阿婷 因为自己洗头 头不干 自助洗头 头不干之第三周 在此我真的已经快毁了 第一个 那个刘海已经很长了 要怎么剪 我前几天已经帮我的狗剪毛了 你知道 全部都DIY自己来 对对对 因为我比较担心说 狗会不会被感染 因为之前好像在那个 COVID一开始的时候 有人担心宠物嘛 也会被感染 也希望说宠物 不要跟人太近 那我就不太敢担心 怕说这个狗 或者犬猫之间 会不会互相感染 所以你看这个疫情打下来 也会影响到宠物店 后来我发觉 我给他剪了 真的是好丑 所以我决定 还是把他送去美容院了 然后就跟他讲说 那你可不可以让他 跟别的狗隔远一点 但是据说好像 狗要用社交距离 对对对 狗交距离你知道吗 但是他说好像狗之间 还是不会传染的啦 所以就是回来消毒一下 比较重要就是了 好所以狗已经整理好了 现在换我了 邋遢的是你了 现在我真的是人比狗丑 我真的是真的不狗言笑 我这太难看了 第一吹不干头 然后还要自己整理 然后又乱 然后又那个每天洗 对不对 每天洗还要护法 这怎么护呢 因为护法没有那个蒸气 或者没有人帮你去蒸一蒸 然后你就在那边坐在那边等 非常累 所以后来我也不护了 反正就管他了 给他瞅到七月 七月 瞅到七月 对 我都是 我程序是我会先洗 洗完两次以后护 护的时候会把他夹在我头顶上 然后我再去 洗 要洗的东西 因为你不是会洗一些贴身衣物吗 然后到时候那时候再刷牙 洗脸 对 结束的时候就差不多过了 至少有五分 五分钟吧 你就可以刚好护法时间到 你就把它冲掉 然后你再洗澡 因为护法其实 有泡泡 会滑 你身体会滑滑 你一定要洗澡 有那个肥皂泡 不然你那个背后可能会容易觉得滑滑不舒服这样 这是我的程序分享给大家 天哪 你这是一个把浴室空间运用的时间空间运用的完美的人 你做好多事 没办法等那么久啊 那时候要干嘛 要光溜溜 难道滑手机吗 看影片啊 我想说看电视 你家里的浴室竟然还有电视 到底要躲五星级 没有就是你可以带你的手机啊 或者你的平板啊 我都是平板 可是那地方湿搭搭的 我就不是很希望电子产品进去 这个就要讲到了 我绝对不能承受浴室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浴室就算是有水溅出来 对不对 你也要把它弄很干 因为你有浴缸啦 对啦 因为我是泡澡的啦 所以说我的重点就是说你泡澡可以花很多时间 但是我也不是因为说我泡澡 我就想护法 我觉得护法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 好今天要接 对不起各位风友 我再来报一个菜单好不好 你今天点了什么呢 我今天点什么 我今天再来报一个菜单 话说我昨天 我就每天已经被迫走一万步对不对 后来看一下好像没有一万步 我要凑一万步的时候 有些红绿灯我要来回走 有一个小时但没一万步 对对有一小时 但是没有到一万 大概八九千 九千多 然后我想给他凑到一万 所以我还要这样子来回折返 这样子走一走 才会到一万 好那我这沿路这样子走回去的时候 当然眼前的街景都跟以前不一样 他有特别经过一家店 他还是开 而且照时间 他们有提早结束 就西班牙小鱼村 Z开头的 西班牙小鱼村那一家服装 快时上店 对不对 真的耶 他真的变ZERO了 也是 真的 他变ZERO了 我也希望赶快ZERO 不是害我也不敢进去 因为就ZERO了 我很怕店名真的要改 你知道吗 Z开头 我想说 我这要不要进去 好像进去 又会违反一些政策 对不对 可是真的 我很想 都没有任何人的感觉 就是你一个人进去 你可以 哇 all you can shopping 包下这间店的感觉 对对对 你可以包 好像那个风管的感觉 就是为了你 为了你风管 我今天一定要进去 真的 你这样一讲 今天就有人了 今天真的有人吗 不要 大家都不要光 因为真的没有人啊 可是那你想 那些人的营运 他们的营运压力 虽然那个集团很有钱 但是 一样嘛 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了 虽然他们是连锁 他们还算是国际集团 比较财力雄厚 那财力不雄厚的 是不是都已经 还要再挺 一个月差不多吧 做线上啊 就是 线上 要累死财备的 财备现在很权利 跟Z那家要试穿 因为他们东西都好长哦 对 Z 他们的衣服都好长 ZERO的买法 对不起 我都不是去买衣服的 因为不会有我的size 我都是去买配件 那配件还好啊 应该很快 上次买到大童装很开心 而且还跟店员讲说 帮那个小朋友买的 对 幼幼班老师 还要美化自己的行为 假装 因为我怕他觉得 为什么我一直买这种 铜装什么意思 而且不四川哦 如果去四川 是不是就知道 我是要去硬塞 对 对 我就没有四川 我说 这个帮那个小朋友买的 很缜密耶 我有在顾及到 我自己的形象的 好 我今天要报一下 买衣送衣 的店是 对 买衣送衣的店 就是今天 我觉得那家店 因为平常 你可能是 比较特别聚会会去吃 那这次他推出 买衣送衣以后 我就有一个心愿 就是每个人在一些时间 你都要立一个心愿 我的心愿就是要把菜单 全部吃过一次 通常你的心愿 很容易实现 对 大概一个礼拜内就会实现 对 那菜单今天吃到什么呢 买衣送衣呢 点的 昨天点的 其实每天我都有拍照 昨天吃意大利面 昨天吃那个面 两种面 然后加那个牛舌 对 牛舌 牛舌 牛舌听起来最诱人了 牛舌很漂亮 我带他拍 但有点少 毕竟一只牛 也没有多大的 牛舌就是一个少产品 对 也没有那么长的舌头 大家如果去吃仙台的话 应该会去过日本仙台的话 他当地最有名的 就是烤牛舌 可是因为我不吃牛羊 所以我到仙台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吃 那一家很有名的烤牛舌的时候 我就去逛街 牛爱你 我吃饭团 你看 你今天吃饭团 没有啦 在仙台的时候吃饭团 好不实喔 因为那家都是牛啊 好今天点的是 奶油蒜味 蛤蜊 对没错 奶油蒜味 蛤蜊 辣椒 细圆面 好吃 还有一个 缤纷松露 食蔬意大利面 缤纷松露 食蔬意大利面 可能会有一点点腻 但是第一个奶油 我觉得就是要加小辣 不然会腻 对他好像有这样写 然后呢 另外加一道是 彩椒培根酸菜 焖煮猪脚 这道菜怎么这么熟啊 你是不是点过 没有那是那个彩椒培根 我上次没有 我上次点的是牛舌 跟牛西兰顶级菲利 牛排佐蒜片肉汁 我们还一直想说 到底是蒜肉汁 还是蒜片肉汁 答案揭晓 他就是一个肉汁有蒜 那就是他本来的汁 对他本来的酱嘛 干嘛还写那么长的菜名 那今天的是彩椒培根酸菜 焖煮猪脚 吃到了没啊 吃完了吧 还没有啊 还没有吃啊 对要拍要拍要拍 猪我可以吃了 猪我可以吃了 牛我是都不吃了 也是马一送一吗 马一送一 马一送一 所以这已经吃到第一页 还没完整 page one 他总共有 而且他今天知道我的声音 他还特别说 我们今天有先来吐 是第二个五折你要吗 只有今天有 他知道你 你一定要吧 我说好啊 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跟我们连线的呢 是芒草新的首席志工家庭 我是志工我要跟着 社工 社工是社工 首席社工 也是芒草新的一姐 也没有啦 二姐二姐 芒草新的林志玲家庭 家庭你好 嗨大家好 好久不见 你很忙 我知道一定你很忙 因为其实这个影响的非常大 尤其是你们就是在这个 荷豹区万华 对不对 对啊不知道要发到几月 可能会搞到十月吧 I don't know 不知道 那你还要不要上班 你是在家上班 还是你要沿路 就是你还是要照顾 你的街友们呢 我们就在 平常在家上班 他发物资就去街上 就能切多远 就尽量切多远 因为我们办公室的人 都觉得我是一个防疫破口 然后我去负责 发介绍的人 可能会传给他们 所以我自己可能被独立贴成一座 你刚才说 我有看到一个报导 是说你都会跟里长 里长 没有啦 里长没有 里长没有去是不是 就是你自己要 你要做什么 你现在都是主要工作 要做什么 OK OK 我负责街上的服务对象 就是像比方说 像疫情期间 原本他们无家者都可以去教会 或者是去人际食堂 那边可以吃东西 但是因为防疫期间 这些资源都关闭了 所以就变成他们就没得吃东西了 那也没有那些防疫的物质 他们没有钱去 或者是不知道去哪里买口罩 酒精 所以就变成我们每个礼拜 会发三次这些食物跟防疫用品 这样子 所以那他们的点在哪里呢 我负责是万华区 像是蒙甲公园 新门 这边就蛮多的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热区 是那个人生百味 他们在发台北车站 跟228公园 所以我们是有很多不同的NGO 一起合作 不是只有我们盲草心而已 然后像这些物资 也都是需要有一个大仓库 让一般民众捐赠过来 可以有地方打包 然后盘点 甚至要消毒这些原本的物资 然后口罩 酒精这些都是要分装 所以是有梦想城乡 让人食堂 一马这些不同的NGO 一起来协助这整个过程 不是只有我们盲草心 一个单位而已 好那我请问一下 像以前对不对 我们会知道说 你曾经说他们热爱自由 不喜欢住在宿舍 对就是他们有一分 我没有说热爱自由 对就是说他们 其实不是很愿意去住这些 政府机工的居住场所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现在有很多地方 其实是已经 因为一来不能群聚 二来就是 也不希望他们常常 就是说变成说人群流动这样 那他们现在都住哪里呢 其实那个游民收容所 没有比较好 如果大家有去过 大家应该是没有去过 那游民收容所 它其实就是一个开放空间 然后上下铺 你可以想象青年旅社 但青年旅社 可能四张床一个房间 但是如果是公办的游民收容所 你可能就只一堆人 然后一起同一个房间 更危险 对对对 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 老实讲 我也不觉得好像有比较安全 但是如果要去住收容所 现在还是可以的 就是社工会带他们去做PCR检测 那如果呈现出来是阴性报告的话 就可以入住这样子 所以目前还是有游民收容的服务 但是在街头上面的个案 会因为各种原因 就还是不愿意去住 比方说像大家有遇过很雷的室友 比方说会偷吃你的东西 偷你东西之类 然后团体生活 就会遇到这种很雷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人 还是宁可继续睡在街上 那街上还可以睡吗 可以 目前猛甲公园台北车站 还是会有人睡在这里 但大部分公园是一直在封闭 比方说像猛甲公园 对面那个三角小公园 他们就会拉封锁线 所以无家者就会往比较 还能够睡的地方去靠近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社会大众 就是留给他们一线生机 因为他们会变成游民 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个公园可以睡 我就变成游民 不是吗 喜欢睡在公园变游民的 谁会因为喜欢睡 但很多人都是因为走投无路 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 大家可以尽量尊重友善跟包容 这样子 我一定要请问一个问题 你知道之前我行进的路径 都会经过一些素食店 比如说 麦当劳吗 对 直接就讲麦当劳好了 麦当劳其实对 有一些游民都是很有善的 他们都会有固定的睡点 就是说 你都里面可以休息 对 他里面可以休息 差不多他们在 也不会在很拥挤的用餐时间进去 就是比较深夜 因为那时候是开24小时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可以进去 可是现在麦当劳已经都不准人家在内用餐了 都只能外带 所以说我就发觉好几个熟面孔 对不对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那还有包括像 你知道台北有很多 不是有很多那个Seven的旗舰店吗 很多便利商店旗舰店吗 到了深夜的时候 也会有人固定会去那边住宿 对对对 就是就是所谓小七之有的那种 你说很好奇这些人跑去哪里 对后来 后来我就想说他们都会去哪里了呢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地方了 有些人会回老家 我说老家不是挂点的那个老家 就是那个南部老家 但是现在 我服务的对象是在二级防疫的时候 就已经回去南部老家了 可是南部老家 如果他们本来就有南部老家 为什么要北漂呢 你真是个好问题 因为现在北部更严重 回老家的人不是很多 比较多数的人是去流动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比方说像现在不是有很多大楼会有那种公有空间吗 对对对 或者去那种公共空间里面休息 那个公共空间大家一般也不知道 哦原来这里有个这个地方啊 它有可能是什么天桥的死角啦 或者是大家平常不太会经过的一个平面等等 所以他们会往别的地方牵你 大部分都还是往别的地方牵你 可以回南部老家 大家可能占两成或一成而已嘛 那像上次我们访问过了一些那个游民有没有 就是你很熟悉的那他们都还好吗 还好吗 当然是不太好 因为像比方说街上的资源什么的点都没了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申请纾困 那大部分人都过得不太好这样子 请问一下游民怎么申请纾困 他们 他们就会来找社工或者是去那个虚公所的社会处去那边问 他们可不可以申请这样子 我以为他们都叫你帮他申请 那你真的会很累 好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回来 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疫情席卷万华 芒草星要怎么守护 那今天当我们的这个连线特别来宾是芒草星的窗口不是破口 对 她是窗口不是破口 首席社工家庭 所以家庭是没有办法居家办公的 因为你就是要 你可以居家吗 要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些行政事情 比方说大家都捐东西来 然后那个物资要怎么分配 然后物资包里面内容要什么 然后中间整个联系 就变成一个物流公司 哇你已经变成是宅配公司了 还有其他伙伴帮我分担 所以我们负担的比较少 那家庭请问一下 这个疫情前对不对 因为已经一年了嘛 对不对 这疫情前跟这个疫情现在来讲的话 你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最需要最迫切的 以前不需要提供食物 老实讲我以前在听到其他单位说 他们提供有名吃的东西 我都会觉得又来了 因为街头上面老实讲 最不缺以前在疫情前 最不缺的是食物 因为三不五十就很多人会去 猛甲公园 发电单 发东西 对 然后旁边也会有教会 或者是其他的单位 会提供给他们食物 所以食物真的是蛮不缺的 可是这个疫情最大 其实就是把这些资源点都关闭了 原本有些单位会提供餐点嘛 那就关了 可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吃东西 你在这些人不是因为疫情倒下来 是因为太二路倒送医 这也是浪费医疗资源 所以就变成大家想办法去合作 然后怎么样弄出一个机制来继续维持 街头上面的人 不要饿死 就是变成很多NGO瞬间 有点像这种无敌铁金刚 大家瞬间合体 那样的感觉 哇你好厉害 那请问一下 我们如果说要捐给无敌铁金刚 对不对 那我们的这些物资要怎么 比方说我觉得比较迫切的 就是热食 就是食物 那是要几餐呢 我们发放时间都是凌晨 那为什么要挑凌晨去发呢 就是因为平常白天的时候 还有很多社区的阿公阿嬷们 他们就是会在那边聊天 所以你如果6点去发 你会引发公园暴动 因为他们就会排队 那你也知道在疫情期间 最危险的就是这种群聚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都是等到凌晨 可能12点啊10点啊才去发 那所以我们就会避开热食 因为热食可能晚上6点 或者是下午打包的时候 包好都拿到他们手上 还有可能我12点半 假设我是凌晨12点半 把包裹送到他们手上 可能还在睡觉 他醒来就是凌晨5点半 那你想想看那个东西 经过12个小时 在炎热的夏天晚上会坏掉 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发 像是那个什么饼干 然后面包 水果 煲酒乳 就这种可以放超过12个小时的东西 所以我们对于 干粮 干粮类的 什么东西可以发 我们是有在把关的 那你们要去一个一个送吗 还是你们就会去发 我们是把它用物资打包成 每个塑胶袋 然后里面会有一人份 一个人 然后两天份量的食物 然后还有可能五天份的酒精跟口罩等等 防疫包就对了 对对 它其实是以防疫为主 然后把它打包成一袋之后 我们就会 像万华这边 我们就准备220袋 有220个游民 然后我们就在上车 然后确定点之后 趁他睡觉的时候赶快 然后就在他的脚旁边放 所以我们全程都不会有接触 也不会有交谈 来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 因为老实讲 我觉得最恐怖的 不是工作人员得病 最恐怖的是工作人员得病 之后还传染给他们 这就是我最害怕的 他们大部分人年纪又大 然后身体又烂到不行 但我年轻人我得病 我觉得我还好 我就是咳几下就好 可是他们如果得病的话 对他们的抵抗力更差 所以我其实最害怕的是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不鼓励大家自己去罚 因为现在三级防疫期间 还是希望大家都怪怪待在家里面 那这些游民的食物啊 这些基本的可以交给我们这些社服单位 那如果你有看到自己家里面旁边 有一些游民朋友 然后他可能不在我们 因为他有可能不在我们夜房的路线 或者是你住在不一样的城市 那可能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做法 那你出门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随身携带一片口罩 你可能用信封或者是用一个塑胶袋 把它装起来 那你看到路边有人没有戴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一个口罩就直接给人家 因为像这些游民 大家说他们防疫破口 他们不戴口罩 可是大部分人不是不愿意戴 而是他们没有口罩可以戴 他连晚上睡觉都戴 而且他不像我们一般人 你顶多出去上班 可能12个小时 16个小时 我们戴着 可是他们不一样 他们24小时都戴 他们连睡觉都要戴 他还很怕我们把病传给他们 对对对 因为平常没有人会去靠近他们 他们也没有什么家人 跟他一起住来感染 他们就是自己一个人 所以在街头上 他反而还比较怕我们这些人 传染给他们 伸人物禁 请问那一般来讲 之前我好像听到说 比方说我们如果要 送什么东西的话 有些是不是不外送到 到某些地区 请说物流中心 不外送到万华家吗 是不是也有一些 目前是整个双北地区 很多物流都直送 像有些人买那个宅配 冷冻宅配就知道 因为现在物流整个大爆炸 所以物流蛮难送的 但是我们就会去连结在地的店家 比方说 像我们有跟那个在地的伙伴 然后他们去帮我们运送水果 或者是面包 这时候就凸显出 在地经济很重要 要不然老实讲 民众捐赠的物资 要寄过来物流塞车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 就要发了那怎么办 所以还是有些民众的捐款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着现金 然后区域经济比较重要了 对对对对 这也是帮助到在地的店家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 对游民领域要做点事情 我真的觉得不一定要捐钱给我们 或者是捐物资给我们 大家可以先从自己身边开始做起 比方说你出门的时候就多戴一个口罩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 你看到在地的小店家的时候 用你的金钱支持他 不要让他在疫情期间倒下 这也都是一种助人 然后另外一个是纾困 像1922等等的那个纾困资讯 有很多老人家或者是他不太懂这些东西 那你如果先知道这些资讯 然后跟他分享 这也是在帮助人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疫情有可能会持续 所以大家要把钱尽量的留在自己身边 那你估算一下 如果觉得自己有可能会变成游民的话 就先不要捐款 先帮助自己就是帮助这个社会这样子 你这句 佳玲你这句算是我们对此次疫情来讲 最大的警语了 对啊 你要估算一下 大家一直捐钱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 大家先照顾好自己好不好 不是你讲了一个如何在此 或疫情结束后不要变成游民了 对对这个很重要 你这样加重了家庭的 家庭盲草心的负担了 对所以照顾好自己就是支持你们 最近真的会有一些民众 他们就会打电话 或者是写信来说 因为疫情期间减班 然后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的工作就失去 还没有变成游民 然后问我们说可以怎么办 所以你的确可以看到 因为疫情 然后有很多原本就是打零工的人 经济不稳定的人 然后即将变成游民 所以大家可以先从这些人开始做情 他们其实都是 他们都是有朋友有亲戚的 所以如果你有顾好你的朋友跟亲戚 那就是让这个社会少一个游民 家庭刚刚讲了一句真的惊心动魄的话 就是说大家应该要在此时 好好的理财 审慎的理财 因为你不要成为疫情结束后 变成他家庭的成员之一 对 就是你要变成游民 那他会你知道吗 会写信给你们的表示 他已经有这种 最就是一种好像好像在预告 可是我也不太确定 他是不是专业 因为他真的是有够专业 他把他的那种各种社服的 什么诊断书 什么低收入户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生障的证明 什么的都印得好好的 所以的确根据我 这个工作这么多年 的确有一种人 他就是会平常把他的这些 社服相关的文件印好 然后继续光发 也像垃圾的信件这样 寄给所有的NGO 然后看能不能申请低收 看能不能申请任何补助 所以的确有这种人 所以我不太确定 就是整本就有这种人 但的确是有新增打电话进来的人 但是我觉得没有需要的人 也不会做这些动作 也就是说他真的觉得 他有这样的需求 但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这种现象要越来越少才对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个问题 永明可以申请纾困吗 要看他的资格 有没有因为疫情而影响 比方说他疫情前本来就是 三个溜溜 然后疫情的时候也是溜溜 那可能裁量这个的人 就会觉得你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他就不觉得你有被疫情影响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 反而是最需要帮助的 因为他从头到尾就是一无所有 他其实在疫情前就需要纾困 他没讲 没错 这就是很多人 这个就是很怪的事情 对不对 很多游民他没有办法去申请任何急难 或者是那个 急难救助 对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急难救助发放单位都是觉得要救急不救穷 那你如果一直以来都是长期的贫穷 那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发给你 这个我们问过很多的慈善单位 很多都这样子 很奇怪 因为我才是最需要的 因为你们还曾经有钱 只是现在一时很急 对不对 那我是一直没钱 我从来没有过 我是那个最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帮助 因为他其实是最需要的 还是他们也没有特别会在这个时候会去想要申请纾困呢 其实会 其实还是会 所以像这些游民他们就会从社福单位或者是像我们这些单位来求助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一般人在急难救助上都是救急不救穷 那长期的贫困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芒草星就有提供像刚才讲的游民没有地方住 我们就提供给他地方住 然后有社工来帮他申请长期的社会福利的补助 然后还有引导他去就业 虽然这个期间要就业真的是蛮困难的 所以就变成我们芒草星在辅导游民的专业上 我们不是只有在街头上发餐 而是从提供给他居住 帮他找租屋 帮他找工作 然后帮他处理法律的问题 这些还是要回到基本功 很多事情不是钱可以解决 因为像比方说一个五十几岁 然后身体很差 但是他又不知道他可以申请身心障碍手册 他只能在街头上刑起 那你说你给他钱 他可能只是把这个钱拿去吃东西就吃掉 可是他不会因为这个钱 他就知道要去哪里申请长期的社会福利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社会福利单位 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 因为有些事情是钱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会需要社工来帮忙 而且你看像紧接着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他们打疫苗是归在第几类 目前还没有 但是社福单位的确是 社福有吗 你们会分配到吗 对但是目前还没 因为之前的疫苗 现在也是啦 疫苗一直存量都很不够 所以之前的政府有一个叫做万华专案 那他都是给万华这边工作的 像是社工或者是第一线的居服员去施打 那里面的服务对象是还没有可以轮到他们 然后的确这会有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因为连现在有很多的警销跟医护都还没有打到 那游民的顺位排在前面的话 这样是不是不公平 所以的确目前游民的施打看起来 在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 那你们有设快筛站吗 比方说像他们会去 你会叫他们去筛检吗 有万华这边有快筛站 然后如果有一些个案 高风险群 比方说很爱去冯甲公园跟人家拉赛 然后又不爱戴口罩 大概有过身边有些长辈很不爱戴口罩 又很爱跟人家聊天 那种就会叫他去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就是弹性很重要 例如说这是非常时期 虽然我们都知道救急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时期 就是救穷也要救急 因为穷的已经更穷了 还好有你们 起码他们不会饿死 也不会没地方睡 如果真的要住的话 这也很感谢大家 因为大家有些人 他不知道捐物质要捐什么 他们就会捐款 那我们也就有编列经费纾困 让这些服务对象们 他们除了 如果没有办法去申请 当然像我前面讲的 他可能疫情前 本来就没有什么钱 所以可能被认定成 你根本就没有因为疫情 而有所损失 你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了 那像这种 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的纾困 来帮忙他 这个听起来真悲 以前没有什么好失去 最后的都没了 就是清洁溜溜的 我觉得这个 如果在你看来 现在 我觉得大家已经听 如果听到这边的话 我觉得出门就多戴口罩 对不对 对 我们是不是还要帮他准备一个 例如说密封袋 什么的 让他们可以放得好一点 还是出门就直接给他们一盒 他可以随时用 一盒太多了 他可能一盒也会被人家偷走 什么的 所以其实拿个小信封袋 然后把口罩 干净的口罩装进去 或者是那种便利商店的 茶叶蛋的袋子 那个也都可以 然后如果再更有新一点的话 你可以搭配 可能保久如 什么的 就直接穿到旁边 然后跟他讲 阿伯戴口罩 你就不要跟他有任何接触 然后也不用讲话 讲太久 你就直接就走了 也可以这样子 对 但是便利商店 现在已经不卖茶叶蛋了 然后也没带子了 对 好啦 有信封 信封 信封 对 所以我们现在出门知道了 就是要多带一些带子 因为的确好像有一些公共空间 我就看到会来一批新的连孔 以前没有的 所以就像你讲的 可能他必须也自己疏散了 就是他们会去找一些比较空间 更宽敞的地方 例如说十点以后的公车亭 我就会发觉好多 就是多了很多 一个公车亭 一张椅子就会多一个 你没有看过的脸孔 那我还看到有一个 他还带着一只狗 就是 对 而且那个狗很乖 他都不会跟着别人走 他就是会一直守在他的床 对 就跟着他了 好可爱 好可爱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说 我们可以帮的 其实是 你不要直接给食物吗 也可以啊 看你要做到哪里 但是多戴口罩 其实不只是帮助到吴嘉格 像我们自己有时候出去 你可能口罩不小心断掉 你身上一边有多戴 那你不觉得有一个路人 直接掏给你 然后这跟你说 口罩给你 你不觉得这样感觉很好吗 好过于路人 就是拿着手机拍你的脸 说要把你PO上爆料公社 那种感觉就很差 所以我觉得 你怎么对你朋友 你就怎么对其他人 这社会就会有一个爱的循环在 为什么那么爱检举别人 我跟你说 我真的很想知道 这些人的心态 如果说你今天结局 是为了这个安全 那你就直接跟他讲就好了 没有必要一直检举吧 检举这个有钱吗 没有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焦虑吧 然后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做 像比方说昨天发布 好家庭我们现在最后一段 你又刚刚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说其实你身上 可以多戴口罩对不对 对他们来讲 这个是很需要的 那当然 当然就是你还是要准备好包装物 不要拿着给他们弄得脏脏的 这样也是不好的 好那你觉得最需要呼吁的是什么 最需要呼吁的 我觉得大家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因为像老实讲 我们昨天发物资的时候 也有个路人对我们大 说我们不要发物资给那些人 吃到垃圾什么的 你可以看出来 大家其实都处在一个很紧绷 很紧张的环境 他们其实也不是恶意 那只是大家因为疫情都比较紧张 所以我觉得先照顾好自己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因为只是讲照顾自己 大家可能还是会很焦虑 所以你的确可以做一点事情 比方说如果你有想要再对这些 无家者可能觉得他很可怜 然后也想多做点事情 那你可以收拾那个盲草心 或者是人生百味的粉丝专业 我们现在也有持续在募集物资 那上面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像比方说最近也缺饼干啦 或者是像是包装好的面包等等 那我们就会把大家心意 发到街头上面去 你会发现如果你紧张的时候 你做一些事情是可以缓解那个焦虑的 那如果可以把这个做的事情 变成好事的话 那每个人多做一点好事 我相信这个疫情应该很快的 就可以被大家一起牵手走过去 是 那我觉得你要保重 就是说因为你常常要三斤半夜 你每隔几天你就要发一次防疫包呢 我觉得还好啊 一个礼拜大概三天吧 三天防疫包 所以我跟你讲 你要排在优先施打的顺序 对 你要排在优先啊 我就跑去打了 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缺对不对 对 那时候是大家呼吁不要放到过去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打的心得呢 我们刚好来加一段这个好了 好 好 好 你有反应吗 好 我个人就是肌肉酸痛 然后感发烧什么的 就只是低烧 反应没有很强烈 所以之后加上不是只有AZ疫苗嘛 那政府如果排到你去打的话 你就去打 有什么苗你就去打什么苗就对了 有什么你就打什么 算苗也可以啦 OK 对对对对 那你就是肌肉酸痛对不对 你有先吃退烧药吗 他说有些人会先 他会说有些人会说 你要准备好什么普拿疼 普拿疼 对 我那时候是有吃普拿疼 然后可是后来有一些 有一些研究说 吃普拿疼有可能会影响到效果 这个我就还不确定 但我当时是有吃啦 所以就没有什么反应这样子 那你现在已经是真的无敌铁金刚了 也没有啦 还要打第二剂 而且就算打完疫苗 对因为第一剂 它保护力只有70% 就算你两剂打完 你身上也 你旁边的人 疫苗也不是百分百 所以你还是要跟现在一样 你要勤起手 然后多戴口罩 我们要等到整个社会的 大家的群体免疫力都起来之后 我们才可以过之前的生活 对不是打完疫苗 然后就可以哦 大家还是要继续维持目前的生活 我觉得要关心自己 跟关心自己身边的人 因为有时候在这段时间 我们人与人的距离 真的已经是蛮远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都会常常看 然后又一直发一些讯息 让大家很焦虑的时候 这都是 我今天看高端疫苗的解盲 我下面聊天室 我真是看了就要气息 真的觉得这种垃圾讯息 不要看太多 我比较不会生气 好像已经解盲成功了嘛 对 解盲成功了 很开心啊 那很多人就在唱 所以我就觉得 哦好气哦 我跟你讲 我是听到大家讲说 不管今天是什么疫苗 只要排到你就去打 没错 排到你就去打 有人会通知我们吗 会不会有通知我们说 你要来打针哦 这样子 他会排 说现在打到什么顺位了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 也要记得就两点的时候 看一下始终的 讲一下最近的疫情 然后我们这边像我们社公司 社会局会来通知我们说 什么什么时候可以打疫苗 叫工作人员去打 所以以社公这一块是会有人通知的 这样子 我觉得像你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 你的家人会不会很担心说 家里你这样子 会不会说你要不要赶快快回来 叫你不要去 也不会 因为他们觉得我比他们还更危险 你有听过那个吗 带病回乡 就是先不要这样 南部中北部中 就是北部如果中的话 南部就会中 所以这不是疫苗的对比 这个 这不是种子的对比 这个是大家 叫大家尽量不要回去 这样子 非常感谢 所以我家人都没有叫我回家 对 你是住花东吗 对我住花莲 对我回去反而是带病回乡 对不对 不会你有打一记了 你已经有70%了 你已经有70%了 我记得花东好像这是在玉里 跟花莲都有社快筛站 就是你们想要进城 对不对 没那么容易 你先快筛再说 很痛苦 这个快筛非常的辛苦 对听说快筛 他们说戳那个鼻子很深入 对啊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待在自己老家 就至少不用去快筛 而且现在快筛的人力也是很吃紧 所以能待在家就尽量待在家 然后寂寞的时候看个Netflix 然后享受一下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这也是你的危机就是转机 或者或者你看看 如果你家里口罩很多的话 你可以在家里分装 对分装 对分装 我帮你发 寄给那个家庭 对家庭会帮我们发 对对对对对 好真的很感谢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艰难的时候风雨 没有有雨啦 没有风啦 来的时候 然后大家还可以 有家庭可以帮助这些人 都不离不弃 那那天下大雨的时候呢 你们那边有没有淹水啊 下大雨没有 淹水倒是没有 然后其实还真的是没有淹水 然后大家也都是乖乖的待在原地 这样子 真的 所以这个你的那些朋友都还安好吗 安好安好 然后我们的物质带都是用塑胶带装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他们的物质会失掉 我们这边还算相对的平安啊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我真的想说如果淹水的话 他的东西啊棉被啊枕头啊 他们不是有很多纸箱吗 是不是都淹水了都泡水了 目前还没淹水还没淹水 还行还行 好那如果是需要 你需要什么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上你们的脸书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刚才说有几个 有几个是芒草星嘛 还有一站是不是 还有一站是什么意思 我忘了你刚才说 你们有很多个一站会分工合作 我们有很多NG哦 但是我们木的物资都统一窗口 人参百味跟我们芒草西一起木 我们目前还缺的 截至目前为止啊 饼干啊 然后那些干粮类的 我们都还持续有在木集 那大家如果家里有擦枣精 就那种Gatsby 它长得越像大张的狮子精 因为像游民没地方洗澡嘛 所以我们也会发这个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清洁身体 所以我们有缺一些物资 都有写在我们的粉丝正宴上面 哇那这么多天来 他们都没有办法洗澡吗 就顶多你去一些 还没有关闭的功课用水龙头 不然现在的社福中心 其实因为防疫的期间 也没有开放 对对对 你刚才讲那是什么 大型的湿精是不是 它其实叫做擦枣精 它是一种大概有20x30 那么大张的湿纸精 然后擦过皮肤 会让皮肤香香的维持清洁 那因为你总不可能用酒精棉片来洗澡 所以这个擦枣精 就变成一个暂时的替代方案 还有一种是干洗头的 就是那种 有粉的吗 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种说你不用洗头 它会直接 喷上去 喷上去的那种 对对对 它其实是玉米淀粉 然后它就是用粉包油的原理 然后它后面会堵住毛孔 我觉得实用性不是很高 你讲粉包油好像食物 对 果条什么东西 果粉的 好那就是如果是 对我刚才还没有想到说 他们要到 比方说有些厕所是关的了 有些它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洗澡的地方了 其实像欧美有派洗澡车 但是台湾好像没有洗澡车 缺乏不是洗澡车 是每次洗完之后 你要有人力进去大消毒 那光是这个 每次一个人洗完就要大消毒 然后再让下一个人洗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 很大的人力 然后再加上人 你光是在那边有个洗澡车 然后一堆油民聚过来 哇那又会被说是一个 对而且你洗完一个 就要整个消毒一次 没错 所以是个大工程 好那我们大概知道了 就是你们大家先把自己顾好 不要再变成油民 增加家庭的负担 然后呢 如果说你们有其他需要 你看看家里 现在滑脸书的时候 也顺便去浏览一下 芒草星的脸书 谢谢家庭 感谢你 谢谢大家 听到你打疫苗了我们很开心 好好好 感谢感谢 大家有疫苗可以打就赶快去打 谢谢谢谢 好OK谢谢 谢谢 下次呢 等到我们可以再连线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就可以再来看家庭的直播了 感谢大家 我喜欢103 我喜欢radi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